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接收到了一个强大的信息 也就是说我们的凯利平台正式的启航了 那么新年的这一期 我想的话呢 给到大家有一个新的一个角度 去看我们的选择 究竟对还是不对 我们大家都知道 选择一个平台 在当今社会 平台多过阳台的时代 其实选择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之前呢我们有不同的领导人 在我们的room上面 分享过我们凯利平台的各种优势 这种分享呢 他的观点是基于推广自己 把自己所看见的一些好的方面告诉大家 那么今天呢 那么今天呢我想从一个 基本面 从一个最基础的方面哈 从这个角度 来给大家做一点小小的分享 也就是说 从选择平台的 底层思维逻辑 从这个角度哈 我们来 看一看 我们如何选平台 我们选择了凯利 是否是一种 十分正确的选择 我们抛开 凯利不说哈 我们其实今天 谈到的第一个话题是什么呢 就是 选择一个好的平台哈 如何从他的基本面 去看 我呢 简单的归纳了一下 一个好的平台 可以从十个基本面哈 去做思考 首先第一个需要思考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起 这个平台的架构哈 他的成本的大致的情况 为什么我把这个成本 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上呢 那是因为 一个平台的创立哈 如果他的基本成本过高的话 他会影响到 这个平台的 奖金的波比率 而波比率的高与低 就会影响到 我们的奖金制度 我们能否吸引到那些 行业精英 而有没有行业精英的加入 就会影响到我们团队的发展速度 而团队的发展速度 就会影响到我们 有可能拿到的那个好的结果 而这个好的结果 才是支撑我们 坚持下去 一个最根本的东西 这是一种底层的思维逻辑 我们可能也听说过 市面上的各种各样的平台哈 你们但凡去分析一下 你比如说 百分之 九十五以上的平台哈 他们的成本构架是这样子的 好的产品呢 要去交那些专利费 可能跟某个科学家合作 可能跟某一个 这个叫专利的拥有的企业进行合作 总而言之 要想手中有好的产品 新的产品 有效的产品 跟专利的拥有者 要进行分配利益 那么我们也知道哈 在美国这个市场上哈 百分之九十五的这种 平台哈 都没有自己的工厂 都是代工的 那么代工呢 还有加工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 就是 原物料的成本 对于这些代找代工企业 生产的企业来说的话呢 平台来说的话呢 他们的原物料的成本呢 是不受控制的 所以说 他的原物料的成本 取决于他的代工的工厂哈 当时进货的 价格是多少 还有呢 我们很多的平台呢 他是有 投资公司参与的 或者说 甚至有一些是上市公司 他还涉及到一些 基本利益的 分配的问题 所以说 专利的费用 加工的费用 原物料的成本 以及基本利益的 分配的善比 这些成本 累积在一起 就会大大的影响 这个平台的奖金的 波比率 你像我们凯利哈 为什么在这方面 他有极大的优势 研发 是自己的 所以没有专利费 这一说 加工是自己的工厂 只收取一点 加工的成本 原物料 就更加 更加的 我们就算是 我们 凯利的优势了 我们几乎掌控了 很多核心的原物料 成本 完全在我们自己 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 而利益分配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林博士 我们的大老板 常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 百分之二十 他的百分之二十 不是拿百分之二十的利润 他是 连成本 带利润 在里头一起 他的要求百分之二十 也就是说 凯利是有这种条件 也有这种能力 可以在奖金 拨比率上面 超过所有的平台 所以说 基本的成本 这是一个 重要的因素 第二个基本面 就是产品了 那么产品 我们过去讲了很多 我今天就不 过多的赘述 我们大家都知道 产品必须要做到什么 人无我有 人有我心 这样子的平台 他在市场上 他有极强的竞争力 消费者 需要有好的产品 有用的产品 他才会复购 经销商 需要有好的产品 这是他赚钱的工具 而我们凯利的产品 优不优秀 我只提供两个指标 大家熟悉于心就好了 第一个就是我们 18项的国际认证 你说有几个企业 可以提供 第二 我们一共10款产品 这其中还包括 即将要上市的 一款产品 全部在PDR里头 也就是在美国的 一式手册里面 你就从这两个指标 跟别的平台 就做对比 差距就已经很明显了 第三个就是奖金制度 其实我们当初 来到凯利的时候 凯利的制度 并不是像今天这样 如此的优渥 有些人 有对我们的制度的调整 有这样那样子的说法 其实这是认知的角度 的差别 如果我们的奖金制度 越来越好 请问你作为经销商 你不喜欢吗 你不欢迎吗 你干嘛要站在那些 竞争对手的角度 说我们这个奖金制度 又是如何的调整呢 大家试问一下 如果我们没有这么优渥的制度 我们怎么会吸引到那么多的大咖 来加盟到我们的平台 我们如果没有这么优渥的制度 我相信 我们很多的人 可能早就离开凯利 所以说 好的奖金制度 会帮我们留人 好的奖金制度 会帮助我们吸引到 很多的行业精英进来 所以 制度上的优势 其实是我们凯利 一个很大的亮点 我敢说这么一句话 凯利平台的奖金制度 由于当今 任何一个平台 他之所以有这种条件 就是因为两个方面 第一个 我们的成本是最低的 第二个 就是投资人 或者说老板内心的善良 他愿意把绝大部分的利益 让利给我们的经销商 这样才会让我们在这种 恶劣的环境中 我们的这个凯利平台 可以脱颖而出 所以说 这也是一个基本面 第三呢 就是物流 金流 后台 还有售货服务 如果没有凯利的母公司 在十几年前开始的 大规模的 为别人代工 而建立起来的这种 强大的这种 物流金流的这种 条件或者能力的话 我们凯利作为一个新公司 要想在物流金流 后台 以及售货服务这方面 短短的一年多 能达到这种水平 其实是非常难的 我之前在莱凯利之前考察别的平台 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 那个公司成立半年多了 还得用手工加单 用手工报单 所以说大家想到 打造一个优质的平台 不是说 我们有想法 我们有愿力 我能找到几个领导人 我们就可以创造一个好的平台 没有那么简单 这些都需要 长年的 长时间的 经验 能力 条件的这种积累 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点 那么第五呢 就是培训系统 培训系统 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好处 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让我们那些 行业经验不丰富 这个语言能力不丰富 帮我们省了很多的力气 因为有系统的培训 就让我们很多的工作 扁平化 简单化 让我们这些行业经验不多的人 就可以借到力 可以让我们那些 经验不多的 知识方面不完整的 建立我们的培训系统 可以让我们快速的 了解这个 商业模式 了解我们的产品 了解我们的制度 进而热爱上这个行业 那么我们公司的话呢 当下 有非常不错的 培训系统 你比如说 我们有爱莫老师的 培训系统 我们有 グレイ斯钻石的 培训系统 我们还有谢宇豆 他的培训系统 跟着马上我们还有 石棺钻石 他们的点识培训系统 这些都是行业精英 他们在打造的 所以来说 好的培训系统 就有条件 也有能力 让我们的这个团队 可以快速的发展 这也是一个基本 点 第六点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好的平台 它能否全球落地 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 如果一个平台 仅限于某一个市场 我实话告诉你 这个平台的风险是很高的 现在是全球 应该来说是 一个乱象横生的时代 真正的好的平台是什么呢 是布局全球 而不把一个市场 当作它最核心的市场 我们作为经销商 我们要看到公司的 全球布局的这么一种 努力的方向 你们大家一定要跟上来 如果你们 只是仅仅锁定于某一个市场的话 一旦那个市场 有任何的变故 其实大家的风险是蛮高的 我们之前的那个前平台 就这么一个情况 过度的依赖于某一个市场 一旦那个市场出状况 整个平台就 有大的危机 你像我们凯利 是一个真正做到全球化的 而且公司 大家之前听过 波哥老师的分享 公司在全球化的布局方面 其实投下了 巨资 你包括我们的台湾市场 包括我们的马来西亚市场 包括我们马上要进驻的 韩国市场 还有印尼的市场 我们下一步 可能大概在五六月份 公司还有可能在香港 设立 亚太区的这个 现在还没有定性 是服务中心也好 还是如何也好 还要开发欧洲市场 每一块地方 都是按照国际化的标准运作 先落地 再启动 所以来说 一个好的平台 能否全球布局 也是一个基本要素 那么第七点是什么呢 就是 是否即研发 生产鱼体 我在第一点谈到基本成本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看到我们凯利的优势了 除了成本的优势之外 生产研发于一体 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是什么 是可以让我们在产品线上面 永远处于市场领先的这么一个地位 因为自己有研发的能力 又可以跟外面的科学家的团队进行合作 而且我们还可以自己生产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我们掌握了核心的原物料 因为我们能够掌握核心的原物料 我们就拥有了市场的话语权 我举一个例子 SOD 全世界都知道SOD是好东西 但是请问 有几个企业在生产SOD的产品啊 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原料 SOD相当于软黄金啊 我记得我们的老板林博士跟我说过 在COVID-19最严重的时候啊 他没有去打针 他就把SOD的原物料啊 原料带回家里头去吃 因为我们掌握了核心的原物料 所以我们才有这个机会啊 掌握市场的话语权 大家记住啊 你否则的话 你生产的产品 都是跟着别人后头学的 都是学不学一样的 那我请问 产品的先进性从哪里来 市场的领先地位从哪里获得 所以说 正是因为我们的企业 即研发生产于一体 并且掌握了核心的原物料 才让我们凯利平台 在未来的市场上 会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 这是我们的信心的保证啊 那么第八呢就是团队 毫无疑问啊 有好多团队 这是我们借力啊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好的团队 就会有好的培训 就会有好的凝聚力 就可以让我每一个人啊 都可以借团队的力 借优秀领导人的力 所以来说啊 凯利在短短的 市营业不到两年的时间 我们现在 已经拥有了 非常优秀的 团队领导人 他们各领风烧 那么第九点呢就是财力 这是一个企业啊 能否长期性的一个根本的保证 因为做市场啊 前期要投入 如果没有强大的财力做保证的话 可能这个平台就是 盘花一现 我们在这个市场上 见过太多的平台啊 开张的时候很热闹 标志很高 但是 由于他的财力啊 不足 进不起任何的风浪 稍有点事情 这平台就不见了 我也不提名哈 比如说前段时间 很高调的某一个平台 比我们的平台还新一点 是一个美国企业 现在据说搬到马来西亚去了 那你说你让那些在美国的 这些追随者 他们有多失望啊 所以说有强大的财力做保证 才可以让我们这个企业啊 有长期性 只有保有企业的长期性 才可以让我们这些参与经营的人 在努力两三年之后 达到某个聘接了之后 我们才可以享受 我们努力所换来的 管道式的被动收入 如果没有这一点做保证的话 我们的管道建立起来了 但是最后我们拿不到收入 我们又要重新开始 所以这也是一个 考评一个平台 是否优秀的 一个基本面之一 那么第十呢 就是企业文化 我们都知道凯利的文化是 长期主义 平衡共生啊 其实我们更要倡导的是一种什么呢 是一种和谐 是一种凯利一家亲 一家人的这种文化 坦白的说 坦白的说 我们最近哈 团队团队之间 有一点不太好的苗头 我们应该是要 在 站在凯利的这个 发展的这种前提下 我们要多专注于 我们的共生这个观念 团队与团队之间有竞争 非常的好 但是这种竞争呢 应该是良性的 而不要诋毁对方哈 用这种方法 或者这种手段 就不可取了 因为凯利是一个大家庭 如果外人都知道 我们的团队与团队之间不和谐 或者用了一些 不恰当的方式去进行竞争的话 除了让别人看笑话之外 其实也让很多那些 愿意追随企业 热爱企业的人 他们会有想法 所以说 企业的文化 是大家 共同的一个基础 需要大家共同来建立 需要大家共同来维护 我们要真正做到 长期主义 你可以叫为 可以改为 和谐共生 我认为 我认为可能这样更贴切一点 所以我谈到这十点的话 其实告诉大家 你们在选择一个平台 是否优秀的时候 如果你从这十个基本面 去做检索 去做对比 你们才会得到一个 真正的 综合的 全面的一个答案 如果光凭在其中的十点中的 某一两点的话 这个平台并不算 是优秀的平台 只有这十个方面 都能做到 或者说基本做到 非常的优秀 这才可以称之为一个 好的平台 所以说 我谈到的 今天谈到的第一个话题就是 选择一个好的平台 要看基本面 而这十点 就构成了我们的基本面 那么第二个 我想谈的是时机 现在加盟凯利 其实是最好的时间点 我可以负责任的 坦诚的告诉你们 我们一年前加入的时候 未必是个最佳的时间点 为什么呢 因为任何一个平台 你不要忘了 它都有危险期的 我们是很幸运 在大家一起 共同的努力下 在我们那些优秀的领导人 共同的努力下 我们度过了危险期 换而言之 我们没有度过呢 说个笑话 也是我们爱莫老师 这个分享给我的一个说法 有一些人 很早就加入了 他们成为了烈士 凯利平台最早的那批人 在我们来之前的那一批人 他们就真的成了烈士 在哪里我不知道 那我们可能前期的 像Grace传师 李伦传师 我们进来这些人 我们这些人叫战士 什么结果我们不知道 我们之关努力 之关拼搏 而今天你们加盟的人 完完全全有条件 可以成为将士 为什么 因为这个平台刚刚 这个度完成了 这个叫导入期 就是说危险期 正在进入一个增长期 也就是说 正在进入一个大爆发的前夜 而这个时候你们加入了 第二个 这个行业有个特点 每十年 都会出来一个独角兽 我之前做过的前平台 现在已经13年了 他们在前十年 那真是行业的独角兽 一花独发 碾压了很多别的平台 我相信我们凯利 就是未来十年的独角兽 所以大家想一想 我们是何等的幸运 在这个时候加入 我们不可能成为烈士 现在加盟的人 只要你努力 你一定会成为将士 所以说这是最好的时间点 那么第三个我想谈的呢 就是可靠性 就是除了我们谈到这些基本面之外 我们凯利的今天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产品 已经过了验证期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各种视频的分享 有些产品的功效 或者说它的这个 作用 在个别人身上 所体现出来的这种效果 很惊人 我甚至都不敢 去分享这一段 为什么呢 因为太过于神奇 会让人不敢不敢去相信 但是我相信的一些分享者 他们是发自内心的 所以说今天的产品 经过了验证期 这为我们推广市场 提供了强大的助力 我们大家都知道 选择一个好的平台 分析它的制度比较简单 但是要提到产品 谁好谁坏 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平台 都是黄泡卖瓜 都说自己产品好 你只有经过时间的检验 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 这个产品 是否真的好 真的有用 然后我们的产品呢 已经经过了验证期 事实证明 我们的产品 真的非常有用 你像我们的亲戚片 像我们的面膜 我今天还在跟波哥老师谈 能不能够让面膜 早一点上市 我们的面膜确实非常的好 那个是我们开发市场的 一个伴手礼 我曾经因为参加一个活动 跟两个并不熟悉 第一次打交道的人 一个人送了一盒面膜给他 他们用出来很好的效果 立马就回来问我说 哪里可以买得到 我说现在买不到 现在是正品 就这样 他带了一支团队给我 这广西玉林的团队 你想嘛 好的产品 就会帮助我们 可以快速的扩大我们的市场 所以说 产品经过了验证期 而我们的商业模式呢 经过了考核期 虽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 做了一些调整 做了一些改进 但是是越改越好 越改越优 可能在下个星期 我们的这个叫活跃套组 都会有推荐奖 分销奖 拓展奖 而我们的矩阵呢 16层已经很大了 还可以压缩 如果你把我们的制度 放在一起 跟别的平台相对比 是不是非常的优秀 所以说 这种模式 经过了市场的检验 证明我们的模式 是成功的 我们的单轨 让我们的很多的人 觉得做这个事业 变得很轻松 我们的矩阵 真正体现了 消费剂投资 忠实的消费者 忠实的用户 可以享受这个企业的红利 享受企业的利益的分配 我请问 哪个平台可以做到 所以我们的模式 通过市场的验证 也是成功的 第三个就是 我前面已经提到了 我们度过了危险期 我们的风险期已经过了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10号之后 凯利的总部 搬迁到尔湾 最顶级的鞋子楼 两万多尺 无敌风景 为什么这个企业 可以这么的大气 那是因为 我们通过 接近两年的试运营 我们有了非常好的基础 老板也看到了 凯利的 无限的 我们讲 发展的这种空间 才会愿意 花巨资 去打造我们的 新总部 我相信 10号以后 从11号开始 如果我们全球各地的经销商 能够来到洛杉矶 来到尔湾 参观我们的总部 你会对这个企业 产生强烈的 信任 所以说 总的来说 我的一个基本观点 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抛开台力 不谈 选择一个好的平台 一定要回归它的基本面 只有基因好 根基好 这个企业 才能够有 常驻的发展空间 所以说 大家一定要学会 看一个平台的基本面 只有对基本面 你有了全面的了解 再把你所要选择的平台 做一个对比 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说 我们全球的凯利家人 大家一定要 抓住当下的机会 我们努力三到五年 我们就可以一起见证 我们所共创的 这么一个伟大的 凯利的平台 所以我的分享到这里 就告一个段落 下面是不是 请伯格老师 把这个录像 录音都关掉 我要讲一段 特别的话题 如果我们现场有 录音录像的 请你停止下来 因为我讲的这段 下面的有一段内容 不方便 去做录像录音 我们大家 接收到这个信息就好了 我们可能有很多的人 这个 也听到了 某某大咖 带着一帮人 计划 要搞一个新的平台 他们有什么优势呢 有 他们有相当丰厚的行业经验 他们也有一批 优秀的领导人 去参与 而且我相信 由于他们本身 也有一定的财力 所以他们的起点呢 也不会低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特别是那些 在思想上 有所犹豫的人 你们一定要学会 回归基本面 起盘 很简单 二三四万 三五十万 就可以起一个盘 但是能够坐起来 是两码事 而且经销商 来当老板 成功的概率是比较少的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你把我那十个基本点 你去做对比 你就发现 这个平台 还远没有到 我们认为 可以做选择 做跟随的地步 你比如说 他们的产品 是什么都不知道 只是有想法 那金流物流服务 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八字都没一瓶 你知道吗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所谈到的第一点成本 不可能下来 由于他的成本下不来 就影响到他的奖金波比率 所以说 我敢笃定 他的奖金波比率 不可能超过凯利 而且 我们都知道 一个平台 最少要有一年的危险期 或者说导入期 最少最少的 我甚至敢 大胆的预测 八个月 到一年的时间 你们来看 看我今天说的话 准不准 有很多的人 又会 来到我们凯利 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 就是我谈到的那十个基本面 十个基本面里头 你光有一两项 三四项好的 根本不足够 必须要是十项全能 必须要找到一个 像Foree公司 这样子的企业做背景 必须要有这么一个 善良的投资人 或者老板 愿意把最大的利益 释放给经销商 这种成功 才会有一点点机会 所以说 我这段话 是要告诉那些 过于崇拜民心的人 过于看重 他过去拿到过结果的人 我要提醒你们 给大家看重